第七十九章 玄空寺的因果 桑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变白 不是把黑子变成白子 而是把自己变白 看着那枚黑子 他想着奇山大师的话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心想 如果真的能做到想白就白 也不用沉浸记的脂粉 那真是太好了 而且很方便 难怪大师刚才说 佛门把这个叫做方便法门 奇山大师微证 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发笑 难道自己讲的方便法门哪里有错漏 被这个小姑娘发现了 世上唯一能够猜到桑桑此时发笑真实原因的人 只有宁缺 看着桑桑有些微羞的笑容 他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有暗微寒的炉洞内洋溢着轻松的笑意 然后渐渐恢复平静 奇山大师讲解佛法的声音不时地响起 中间偶尔穿插着桑桑的提问 不知过了多久 今夜的讲解暂告一段落 奇山大师妄想宁缺说道 治病总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炉洞里潮湿阴寒 不适合养病 你带着他下山去寺里休息 睡前如果有时间 不妨让他想想今天的事情 上山下山多有不便 我们不如便歇在这里 夜时我也会下山 明日清晨便在寺里相见吧 宁缺微惊 心想世人皆知 奇山大师隐居瓦山已有数十年 即便是渝兰结会都不参加 为何今夜却说自己要离开隐居之处下山 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出炉 总得去寺里看看 才能安心哪 说完这句话 大师自蒲团前的地面上 拾起那枚黑子 放进桑桑的手心 听着大师的话 宁缺隐约猜到了一些事情 震惊之余 感激之情愈发的强烈 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郑重地下拜行礼 然后起身扶着桑桑向洞外走去 走到洞口处 他对齐山大师说道 您可一定得来啊 齐山大师无奈地叹了口气 唉 放心吧 我一定会来 宁缺一意不舍又道 桑桑的病还没好 您可别先死了 齐山大师气得笑了起来 骂道 你这是哪里养成的破坏性子 如今我总算相信 夫子时常会被你气得乱吹胡子 却没办法收拾你 老师就是喜欢我的诚实 疼我 所以不收拾我 走出洞炉 宁缺抱着桑桑进了马车 桑桑倚在被褥上紧紧地握着小拳头 生怕把那颗黑色的棋子弄丢了 他看着宁缺神情黯然地说道 大师 是不是不好了 宁缺沉默片刻后点了点头 又说道 不要想太多 这和你没有关系 佛宗高僧对命术自由掌握 更何况是大师这种能预知未来的人 夜风见起 掀起青莲一角 宁缺看着山道旁那座孤零零的佛年 微微醋美 他不知道那位玄空寺戒律院的首座 为什么一直要等在洞炉外 而且为什么佛年旁 没有任何人 越伦国白塔寺的苦行僧 都被曲尼玛帝带到了山下 烂科寺的僧众也早已经离开 观海僧送黑色的马车下山 洞炉周遭一个人都没有 夜风吹拂秋林 发出疏疏的清响 却没有惊动鸟儿 隐隐约约间 似乎有清脆而细微的铃声响起 然而 那铃声仿佛不是真实 瞬间湮灭无闻 洞炉外的佛年依旧安静 忽然一只手从黄色的帷幕里伸了出来 掀起一道缝隙 一个穿着深褐色僧衣的僧人 从佛年上走了下来 这名僧人 双眉直若横齿 眼若宝兰 眉眼间引见风霜之色 额上亦有些皱纹 然而却让人看不出年龄 说六七十可 说三四十亿可 这位僧人自然 便是悬空寺的戒律院首座 僧人走下佛年 缓步走入了洞炉 借着幽暗的灯光 看着地上那串虎桃木手链 单手何时问道 师叔 究竟看到了什么 宝树 你 为何有此疑问呢 齐山大师平静地应道 玄空寺戒律院首座宝树大师 静静地看着齐山说道 出家人不打狂语 师叔今日摆出瓦山三局 尤其是请出佛祖留下的棋盘 自然不是为了为难 那个可怜的病女 而是想要看看 究竟是不是那个人 齐山大师飞为一笑说道 天狱神作看不到 当年光明大神官以为自己看到 却发现看错了 那我又怎么看得到 当年的魏光明真的看错了吗 如果他没有看错 怎么办 如果冥王之子真的降生在将军府 怎么办 如果宁缺真的是冥王之子 怎么办 如果宁缺真是冥王之子 那夫子怎么可能收他为弟子 夫子非常忍 能行非常事 就算他收冥王之子为弟子 也不是什么很难想象的事情 如果事情真如你所想象 那么无论是玄空寺 还是知首冠 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 宝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夫子知道冥缺是冥王之子 还将他收入门内 那么就算整个世界想要杀死冥缺 夫子也会站在冥缺那一边 但夫子并不见得知道 因为佛祖说过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所不知的人 我想知道 您究竟在佛祖的棋盘上 看到他做了些什么 岂山大师沉默片刻后说道 我看到了一辆黑色的马车 拦在千末大道之间 那光明之女呢 她在山上等待 岂山大师说道 不知为何他并没有把 桑桑在棋盘世界里经历的一切 告诉对方 宝树向前在葡团上坐下 沉默不语很长时间 崖洞壁上的油灯 被微微的夜风吹得有些心虚不宁 宝树忽然说道 今日晨间 在山下 宁缺弯弓玉舍之时 我心生极大警照 静灵震而不明 此子身体里 似乎有些古怪 他的身上 有连生师弟的气息 听到连生的名字 宝树的缠心骤乱 双眉微挑 如叙事欲积的铁齿 韩生说道 他是书院弟子 怎么会有连生师书的气息 宝树虽然来自不可知之地 贵为玄空寺戒律院的首座 但面对连生的名字 依然难免震撼 要知道 连生此人学贯佛道摩三宗 一生传奇 当年在玄空寺讲经堂里 拥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 岂可轻满 大师摇头说道 或者与柯先生有关 宝树渐渐平静下来 神情坚毅地说道 我愈发相信 宁缺就是明王之子 齐山大师摇头说道 不 他不是 虽然没有办法证明 明王之子快要苏醒 那么我便是唯一能够证明的人 齐山大师 齐山大师看着他目光骤然变得极为锋利 虽然他久病多年 真实的修为境界非常低下 但这两道目光依然有雷霆之味 玄空寺 为何不像书院这般两世相通 因为玄空寺本来就是我佛宗用来在末法年代来保存佛性的地方 要求的便是与世隔绝 不可知之地便应不可知 齐山大师看着宝树 沉生说道 你是玄空寺戒律院的首座 并不是天下行走 非奉佛誉不得入世 你为何要来瓦山 还不速速离去 如果是世间别的僧人 哪怕是月龙国的大师或是唐国的黄阳僧人 面对玄空寺戒律院的首座 这样的大人物也必然直理圣公 更不用说如此的训斥 然而 齐山大师的身份来历不同 正如传闻里说的那般 他本是玄空寺前代讲经首座的私生子 自幼在寺中出家 真论起辈分来极高 而且他知道玄空寺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所以他不需要在意玄空寺的态度 宝树果然并未动怒 平静地说道 来 自然 有来的道理 来的 应该是七念 而不是你 你若不是佛缘身后 与静灵生出感应 成为转世的掌灵者 凭你知命中静的修为 又如何当得了戒律院的首座 既然如此 你更应该谨慎 不得妄动静灵 更不应该被取你马地说动 从荒原来到人世间 你是修佛之人 当明白因果 不能被仇恨 蒙蔽双眼 道石死在宁缺手中 那 自是他的因果 宝树微微醋眉 然后渐渐恢复平静 他说道 我本是道石的因 道石原本就是我的果 道石的因果 既然于宁缺而终 那么 这便是我 与他的因果 我自幼生于净土 长于净土 只静灵而行 能设世间一切协会 宁缺若是明王之子 那便会听着铃声醒来 这也是 我与他的因果 此行来到瓦山 我便是要明白这些因果 然后 了结了这些因果 既然 你执念如此 那么 我只好通知蒋经首作 除了你在寺中的私职 然后 罚你面 必十年 好教师叔知晓 我确实 是奉御而来 齐山大师文言微精 醋梅良酒后 疲惫说道 即便如此 佛宗行走 依然是七念 尘世之事 以他的心意为准 我会说服师弟的 宝树站起身来 单手合十 行了一礼 然后离开路洞 崖洞 幽静无声 年余百岁的 齐山大师 今天感受到了 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 最强烈的一次不安 甚至要超过数十年前 魔宗血洗 烂科寺 前屏的那一次 庐门微响 观海僧回来了 师父 十三先生和光明之女 已经在前寺安歇了 齐山大师 看着自己的徒儿 忽然问道 于兰结会 把上便要开了 依然会商讨 明界入侵之事 你对此事 如何看法 观海僧看着师父 憔悴的容颜 一心想着 要让他早些去休息 说道 谁也不知道 明界在哪里 只不过是传说罢了 笨蛋 传说变成现实 那就不再是传说 观海僧憨厚地笑了笑 说道 那等变成现实再说 你 你对玄空寺 有什么认识 观海僧微微一正 发现师父今天 似乎有些异样 说道 你以前 从来不准我问玄空寺 还有别的不可知之地的事情 你在浪科寺 做二十年的住持 或者说隐居些年头 总有一天 也是要去玄空寺的 所以现在 提前知道一些 也无妨 玄空寺的由来 其实与明界入侵的传说 息息相关 明界入侵 视为永夜 佛法里称之为末法时代 到那时 世间一切都会被毁灭 佛祖当年 便看到了无数年后的惨不画面 他明思苦想数百载 思考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 却依然没有办法 想到方法 佛祖感知到 自己缘济之期 便于极西的荒原深处 密得以净土 法大院里 修筑一寺庙 并予以永世之屏障 佛祖及佛学禅经于其中 命后被佛门弟子 及优秀者 均可入寺听经修行 这便是玄空寺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佛祖经过无数年的思考 依然没有想到阻止末法时代到来的方法 因为这本来便是世界的因果 有生必然有死 甚至直至万事痛苦的轮回 所以他希望后世的佛门弟子 可以借助玄空寺的庇护 在末法时代的毁灭洪流里 幸存下来 能够帮助寺中的僧人 熬过漫长的 近乎永恒的长夜 凭借着坚毅的精神 与隐忍的沉默 等到崭新的婆娑世界的降临 齐山大师沉默了很长时间后 轻声叹息说道 唉 然而如今的佛宗 似乎已经忘记了佛祖的教诲 不再那么想了 去年七念入长安城 此次宝树入室 来到瓦山 都在证明 他们想找到冥王之子 然后杀死他 师父 我觉得玄空寺的大德们 这样做也不错呀 关海僧虽然修行佛法多年 但毕竟年轻 想着传说中明界入侵的恐怖画面 低声说道 众生多苦 当瓷行度势 岂能独善己身 哈哈哈哈 你这孩子 想事情 果然简单 果然简单了 关海僧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忽然他想到一些事情 震惊说道 宝树大师 为冥王之子而来 那冥王之子 难道 就在瓦山 七山大师微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有说什么 心想 让冥王之子离开这个世界的方法有很多种 并不见得只有杀死他这一种方法 既然夫子在信中说 此法可行 那么必然可行 不管是为了普度众生 还是为了自己与玄空似的因果 总要 世上一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